想必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那些東西在水管裡面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作用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就把上述講的那些東西 讓大家用一種透明實驗的感覺 什麼樣的東西你是容得了的 什麼樣的東西是容不了的 我現在輕輕將戳 欸 開始開始分離了 這感覺是不是很不錯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超真少年 你家的馬桶或是你家的水管 如果塞住的話怎麼辦呢 搞錯了 對啊 好 謝謝大家 我個人算是通水管 非常有經驗 從小通到大 通到我們家裡面都有一台那個 三步石都在通你知道嗎 但是為什麼會拍這一集呢 其實從頻道開始到現在 很多人常常會把很多他工廠的問題 他工程的問題 或是他居家的問題傳訊息給我 雙子人我現在馬桶泳出實處來怎麼辦 我家現在水洩不下去 房間淹水怎麼辦 當你家水管塞住的時候呢 其實有三種方式處理 第一種就是物理性的 第二種就是化學性的 第三種我們在影片後面會告訴大家怎麼處理 首先我們先跟大家建構一下 水管塞住的原理是什麼 你家的房子是長這樣子的 你家的水是從哪來的呢 從頂樓的水塔嘛 頂樓水塔的水是從誰送來給你的 地下水 你家超抽地下水啊 有些人是從自來水公司 那有些人是從地下水抽上來的 那有一些人是從外面買來的 當你家的大樓有水進來的時候呢 他怎麼樣出去呢 基本上有兩大項 第一種就是排水 就是你會經過你的洗澱盆 你會經過你的洗澡的時候的排水孔 或是你家在煮菜切菜做完 我們說不是有一個洗碗槽嗎 其實這些排水的洞呢 它最後都會會整成一條管子 然後一路出去到你家的外面的水溝 大家應該對於那個水壓是有概念的吧 當這邊的水高 放下去的時候水就會往低處流 所以在什麼時候 你家的排水口會排不出去呢 第一種中間的水管塞住了 那第二種淹水了 就當颱風天外面的水溝已經暴漲 然後漲到你家一樓了 你從一樓這邊的時候開水 你水是流不出去的 是吧 馬桶會沖不掉 沒有 馬桶就是另外一個系統 馬桶的排水 跟你洗點的排水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什麼不一樣嗎 一個是通大礙 一個是通化粘池 那如果放在一起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會臭 所以就是為什麼 你的洗點槽裡面的水管 跟你的馬桶的管道分開 其實第一個是衛生的問題嘛 基本上化粘池 它是不太容易會炸上來 然後沖到你的馬桶 然後從屁股那邊沖過來 如果今天你在大小便的時候 你的馬桶沖不下去的時候 這個前提是健康使用狀態下 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你的化粘池滿了 大家就會打電話叫環保局 來幫你的化粘池的糞水 抽走 第二種就是很常發生的 就是你的馬桶裡面塞住了 通常在通馬桶的所有水電師傅裡面 你最常拉出來塞住的原因就是 濕紙巾 面紙 保險套 有一次啊 我去我朋友他們家 他跟他老婆結婚嘛 就馬桶塞住了 然後我就去幫他通馬桶 砰 保險套放在裡面 我就笑著我朋友說 你這東西要丟熱熱筒 不要丟馬桶裡面 結果我那朋友臉綠了 他說我跟我老婆都沒在戴套子 所以這太子是誰的呢 之後呢 就這個尷尬的行徑出來之後 就發現小朋友青春期 總而言之就是小朋友跑去 爸爸媽媽的房間 另外馬桶你會遇到的問題還有什麼呢 就是孔徑 老房子的排水的孔徑會比較小 現在房子大家蓋久了 就是大家通管已經通到凡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蓋新的建築 孔徑都越選越大 反正選大的我的經驗是只有好沒有不好 那第三個就是有時候會遇到的 比較奇葩的問題 就是排氣的問題 排氣的問題 有一些水電師傅在頻道裡面 他們都有拍攝過 那我們就在這邊不做詳解了 而馬桶呢 它的構造其實是僵直 雖然每一個牌子的馬桶的構造不太一樣 不過大部分呢都分成就是 它有一個桶身嘛 大家國小有沒有學過連通管的原理 當管子兩個連通的時候呢 它的水面就是一定會保持是一樣的 所以你在馬桶上面看到的水面 就是這個水面 桶身的水面 那桶身了之後呢 是會經過一個空的地方叫吸水管 吸水管往下之後呢 就通到你的水管下面 其實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喔 就是阻絕空氣跟障礙 這樣就不會從你家花瓣尺的臭味 一路通通通通通到馬桶 然後碰到你的整個房間都是 那你沖水了之後 水壓是不是下去了 這個時候你們還記不記得 每個人沖馬桶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最後馬桶會有一種 呼~~ 那種感覺 它的原理其實也不是經由任何的動力去推動的 是紅漆原理 有點利用你水下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瞬間真空 把你的東西帶下去 所以這個馬桶喔 那個形狀跟那個流體力學設計好的時候 你的馬桶就會暢通無阻 在處理水管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處理成像是一個 物理性跟化學式的處理法 物理性處理法又什麼呢 首先就是最經典的馬力歐 或者是在新世代裡面會出現 黏住整個馬桶裡面的一個保鮮膜 然後最後在那邊壓來壓去像做CPR一樣 其實這幾個方法它就是氣壓式的處理法 原理是什麼呢 那就是保持真空狀態 像在真空狀態的時候它就塞住的 所以當你要施壓你的力量要往下壓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填滿住你的整個出口 那重點呢就是在塞馬桶的時候 重點是辣不是壓 就是啾啾啾啾啾啾啾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的馬桶塞 是用在你的排水孔的時候 或者是用在你的洗臉盆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事喔 你的洗臉盆 跟你在洗澡的那個泄水孔 它有時候管子是相通的 記得你要把上面的管子把它塞住 不然你在下面的泄水孔通得很大力 它空氣一直在上面跑來跑去 是沒有用的 那物理性的通法呢 當然除了這樣啪啪啪啪之外呢 我們之前在建材展也有看過很多品牌 不一樣的通管方式嘛 來喔 要蹦啊 要蹦啊 這造成了 這造成了 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把壓力集中在那個桶裡面 然後瞬間碰釋放 因為除了馬桶水管 它其實中間都有一個U型的構造 這個U型的構造呢 跟馬桶一樣 它就是為了要阻絕臭味之外 也可以有一些小蟲啊 不會爬上來 而這個U型的造型呢 其實也是很多主色的重點 像你的那個洗碗槽 那個U型管 就是其實就是很多有時候菜渣 會純積在裡面的地方 所以現在都很多人設計 在U型管的下方 你可以解開 解開之後你可以把菜渣頭髮 然後全部把它往下拉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呢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放個網子 先攬住它 預防生於治療嘛 那或者是當你遇到了之後 你就可以疏通它 用各種方式 所以其實在你通馬桶之前呢 其實還有一個細節你要知道的 你掉進去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馬桶有沒有 下面會有一個很像腸道的這個形狀嘛 很多東西掉到裡面 其實是你用手就撈得到的 大家千萬不要怕 很多有時候馬桶塞住 它不信血就繼續拉 然後繼續讓它塞 但它裡面掉進去的是那個香氛劑 不是用那個金屬罐頭的香氛劑 或者是很多人會習慣把那個雜物啊 放在水槽上面 其實都是不對的 還有一種通馬桶的物理性方法 我想必各位朋友也是可以學到的 也就是拿一個大水桶 我的建議一定要是4公升 然後呢把它裝滿 裝滿之後呢 你的馬桶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站在椅子上面 從很高的地方 把水這樣子倒下去 站越高越好 因為讓那個水的壓力 能夠瞬間衝到那個洞裡面 然後記得你要瞄準那個洞口 因為有時候塞住馬桶是這樣子 它就是那種夾到嘛 跟它喉嚨一樣 所以不管用氣壓或水壓 它只要一咚過去 一過了就過了 那另外一種呢 在洗臉台跟你的泄水孔 比較少會用到物理性 因為其實大部分這個東西不太容易塞 那塞住的原因有一個原因 就是要嘛就是一開始管線設計不良 那第二種呢 就是被很多東西塞住了 還會說浴室裡面最容易塞住的東西是什麼呢 草法 你有掉髮的問題嗎 請找 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女生的小飾品啊 或是鬍子 我自己剃鬍子的時候 我就會在那個洗臉台就這樣剃一剃 但其實這個是不太對的啦 因為你盡量還是把它撿起來會比較好 那另外一種呢 其實就是廚房 廚房會容易塞什麼呢 就是菜嘛 泡麵 當你湯湯水水有沒有 跟著肥皂 沖到排水孔裡面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很容易產生一個東西叫 造化反應 造化反應就像人生一樣 不一樣的人 做出不一樣的造化反應也是不一樣的 就像是椰子油 牛油 豬油 雞油 它要產生造化反應 也是不一樣的 小時候有沒有大家做過肥皂的經驗 加入什麼油啊 然後什麼不一樣的香味啊 然後再加入青氧化鈉 那不一樣的油 它上面會有一個幾架幾架 它上面的那個數字呢 就會關係到 你要加入多少的青氧化鈉 所以如果今天 你學校的老師 在你家的一樓賣牛炸湯 你看它很不爽 你想讓它水管塞住 你就看牛油 造化反應是多少 你就從你的二樓 倒入多少呢 分量下去 那它的水管就會塞住了 補充一個小腸製 洗菜啊做菜 那個水槽嘛 吸管槽 就是它越來越塞住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幹嘛 就把網子拿掉嘛 哇流很快對不對 我跟你講 它就像血管一樣 當它開始流速變慢的時候 表示裡面已經塞住了 如果你把網子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絕對塞死在那裡 還沒有拿起來之前 你先把上面的髒污把它清掉 你還說不定可以用 前面我們講的物理性攻擊 把它處理掉 第二種就是化學系 化學系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法師要站在後面 法師站後排 就是你去五星堂 你會看到很多琳瑯滿目的化學藥劑 每個東西都不一樣 不一定是越歸越好 有的時候是原理性的問題 想必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那些東西在水管裡面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作用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就把上述 講的那些東西 讓大家用一種透明實驗的感覺 讓它知道什麼樣的東西你是容得了的 什麼樣的東西是容不了的 我覺得也可以趁這些機會教育一下大家 就是當大家去買不管是各種品牌的化學藥劑的時候 有的時候倒進去沒有用 真的不是那個東西的問題 通髮不一樣 有的用長寸強檢 那有的人是用放熱血的 那有一些人呢 他其實就是用造化反應的 所以我們要準備採用材料呢 菜喳 菜喳 頭髮 大便 大便用誰的 請到現場 那我應該可以這樣子動 直接貼到裡面 那我用在這邊發不出去的 很好 趕快要大一點喔 我要大條的 快點大家要下班了 太大了 這樣夠嗎 這樣夠 好啦那我們去買藥劑 疏通 清潔 去購 疏通 疏通是這樣子的 大家要記得喔 你要用的方式 有一些是發熱 好就接近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重點 疏通退配 還有跟毛髮造夠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再難通都暢通 所以應該是這個 我就不用懷疑 因為上面他就寫這個 胡椒退配 這才重點 胡椒退配 好就這樣 準備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這盒為什麼要戴誰呢 當危險 不會啦 通常在市面上 你買到的這些 基本上都不會太危險 但是因為很多小朋友 會看我們的頻道 今天你要使用這些 你未知的東西的時候 安全防護為第一油錢 比如說護目鏡 你的手套 還有好比說狗屎 你會想要親手拿狗屎嗎 呃 戴手套 戴手套啊 不太合理啊 對啊 等一下我們就會加入各種 有可能在你家裡面 會產生馬桶阻塞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倒入化學藥劑 化作回來 塞住你家馬桶的 第一個可能是什麼 塞吧對不對 我們需要特寫嗎 有沒有 有 有些人就是長期 長年便祕有沒有 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可能硬掉的塞 擠在裡面應該也不太這麼舒服 這個已經有點硬了 我現在有在塑型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塞住 應該蠻合理的吧 水管其實都比我們還要大 大概都是3、4英寸 3英寸以上 我們現在這個實驗室 管質雖然比較細一點 但是我們的主外物變更大的 所以如果這樣子都能成功 想必一般的水管 應該也就是能夠成功 然後下一個我們在廚房裡面會遇到什麼 菜渣還有什麼 奶油 奶油是最容易塞住的 然後我們在塞入大量的菜渣 我們來阻塞這個水管 我突然想到廚房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油 我可以把它倒進去一點 然後讓它在上面慢慢凝固 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你有吊髮的問題嗎 感謝亞頓的復興店店長 幫我們貢獻了他們客人的頭髮 我們就用長髮 感覺到它已經被塞爆的感覺 你知道頭髮很容易糾纏在水管裡面的原因是什麼嗎 因為熱水 頭髮裡面有毛鱗片 遇到熱會沾開 以前吉爾吉斯的人 他們在做羊毛沾的時候 就是用熱水跟肥皂水 然後去把它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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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的那個毛鱗片互相沾黏 其實你知道前三種 基本上我是對它充滿自信的 為什麼 它裡面的成分其實是科性鈉 就是N-A-O-H 又稱為叫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只要遇到什麼東西會反應 任何只要是蛋白質類的東西 我覺得它都可以滷掉 那第四種我們來做點比較不一樣的實驗好了 這個實驗重點就是告訴你們 這些東西是千千萬萬不能丟到馬桶裡面的 好比說第一種 獅子巾 然後第二種還有什麼 保險套 你有保險套嗎 沒有 你們身上沒有戴保險套嗎 有沒有一個健康性教育的概念 保險套會招財 保險套會招財 這應該是那個吧 渣男女路 不要想那麼多 我只是為了招財帶在身上的 我絕對沒有想要做什麼事情 還有什麼 衛生棉條 這樣子 有沒有 子彈型 對到裡面 還有什麼可以塞 面紙 身心紙 我們給它伸進去 我們等保險套買回來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倒入了 那你要直接在這邊倒 在這邊倒什麼不好嗎 味道啊 它本身打開沒什麼味道的 我是說中間這一管的味道 你說打開分解 對 它分解的時候 分解果它練的時候到底什麼樣的味道呢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吧 轉移陣地 DECK 在我們轉移陣地之前 來看一下大家都是怎麼做的吧 好的 我們在換場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從Mina的錢包裡面拿出保險套了 我們就一樣把它塞到這個第四個 我們覺得不太可能被溶解的刺管裡面 我們現在把它塞滿滿的 所以基本上等一下如果倒進去 它能夠被攪拌或者是被移動的話 那就算溶解了 就等於是可以疏通了 因為現在是塞到 我連 我連將塞都擠不下去 你看到這邊 就抵住了 頭髮可能比較難還是會倒下去 但是頭髮基本上它這樣子就會慢慢 去攔截你各種細碎的小東西 那這個第四個我覺得就不可能啦 因為輕氧化納基本上不太可能溶解這些東西 我們先看一個說明書 其實這個有一個訣竅我要跟大家講 使用前請清除積水 假設你的水已經滿了 就今天能夠稠就能夠稠 因為水加它就等於被稀釋掉了 你知道這個整片裡面有個最重要重點是什麼嗎 無效退廢 我們這集拍完 我們要不是收到它們的純正信函 不然就是能夠獲得它們的未來贊助 好 我們到囉 哇 這個塞得很徹底啊 這個完全水下不去 然後第二個 這個也塞得滿徹底的 欸 頭髮一下去感覺就有反應了 好 第四個 好啦 按照說明書的方法就是靜置30分鐘 好 30分鐘 我們開始計時 那你現在在幹嘛 這個溫度 你看 還是有在放熱的 3334度啦 也不算太熱 它其實主要不是完全靠熱 你知道那個溶解蛋白質 其實也不需要太熱 好嘞 30分鐘過去了 按照上面的使用說明書 我們非常的嚴苛 你知道通的原則是什麼嗎 是重 就通嘛 就是當你在那邊啪啪啪啪啪啪啪的時候 它可以動 那我們來試看看第一個 它可以動了 但是好像還沒有這麼樣的順暢 至少我一戳沒有 像剛剛前面完全戳不下去 有沒有 這種感覺 它開始變滑順的哦 有反應 那第二個菜 菜很猛 你知道菜已經不見了耶 它的菜跟奶油好像也拔起來了 然後它的菜變得很少 菜被溶解了 我們一片原本那麼大片的菜現在變這樣 它這個其實已經基本上符合了 氣壓可以通過的要求 你看我這樣轉起來多滑順 那頭髮 頭髮也是可以動了 但是還是有點阻礙感 然後第四個 還是一個完整的保險套 你看完全沒動進 四指針 還是一個四指針 沒關係我們再繼續往下放 看它的酒會會怎麼樣 那我們再給它一點時間 我們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成效如何 我們從目測上面看起來 這四個管子分別有不一樣的反應 我的兒子的死真的很不得了 他至今 還是保留著大部分在上面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這個已經 有水在滴下來了 但它到底能不能通呢 我們等一下揭曉給大家看 然後第二個這個應該是 在視覺判斷上最驚人的一個 你看這個已經完全 變扎了 頭髮勒 頭髮這個它整個管子變得黑色 不過現在稍微有點阻力 但是它還是能夠戳到底下 還是有頭髮存在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最不可能溶解的 至於這個狗大便呢 來我對它充滿著信心 我現在輕輕將戳 欸它已經開始分離了喔 這感覺是不是很不錯 那你看它的上面 我現在拉拉了 它已經開始有點痠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你用一點氣壓下去 它應該就是可以 閃掉了啦 你看剛剛這個完全不能動的 現在已經戳過兩下 它已經往下 開始換氣喔 所以基本上要通 你就基本上就是能夠讓它 衝走 所以把它溶解掉 因為畢竟這個是 居家安全大家都可以用的東西 所以你不能就是變成 是像我們那種 可以把人類溶解掉的那種議題 去做 那我們今天就先拍到這邊 我們明天早上起來 再錄影給大家看 明天見 好來各位早安 經過了一個晚上之後勒 總算到了我們 見真章的時候了 你好像不夠激情 各位啊 你覺得它到底有沒有可能能夠完全塞住這個 那我們現在看第一個蔬菜 好啦 原本我們那麼一大把的菜 現在只剩下 菜根 跟 有點油對不對 就是我們在水溝裡面才看到的結石 它變成一小塊一小塊 這個油有點變成有點 硬硬的感覺 但是你看這個 管子裡面 它滿乾淨的 這一定衝得下去 可以 第二個我覺得來個 頭髮好了 順利的一次見底了 你看那個拉起來全是黑的 這個就纏頭髮是不是 沒有沒有 你的黑色素會被 稀釋掉 很多人藍髮啊 一開始有紅色綠色 藍色灰色 你最後是不是洗頭髮洗洗 就會只變成 黃色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裡面會加雙黃水 其實雙黃水它是把你的頭髮黑色素 把它漂掉 之後呢另外一個就像是 那個油化飲料你知道嗎 把那紅色綠色黃色把它 蓋上去 所以大家為什麼在那個藍完頭髮 大家叫你說要護色喔 不要洗頭 曬完顏色洗掉 想不到吧 在我們這個通馬桶的 課程當中 你還可以學藍髮的姿勢 好那頭髮到底能不能成型呢 我先夾看太好了啦 昨天我們到晚上的時候 整戳夾起來是一樣的 好像頭髮不見喔 頭髮我們看能不能倒出來 對啊 沒有耶 頭髮全部不見了 你看 真的有效 可惡不能退錢 但是我們還有機會 我家的小狗 是我們最後的計劃 這個 菜啊 經過了一個晚上 它已經膨脹變成整個試管 查進去看看 到底了 還是有點阻撓感 因為我們真的塞得太滿了 那我們倒出來囉 有沒有 有沒有 抖一抖 抖一抖 最後一下 出來 其實它味道聞起來沒有這麼像曬味 現在有點像寶霧的味道 然後你已經看不到那個 泉的形狀 衛生紙好像也不成型 反正就像是一餐稀飯 好那我們來進到第四個 我們來第四個 馬桶啊 今天你只要丟這個東西 算是馬桶能夠吃得下去的 再來是 它又有摧毀掉 這個寧願倒馬桶 你也不要倒水溝 畢竟有那個 酸鹼中藤過 好啦最後一個 為什麼水電師傅告訴你 這些東西不能丟到馬桶裡 跟不能丟到水槽裡 還就是不能丟 就是要拿起來放到熱熱桶裡 再厲害的威猛先生 都是沒有用的 首先我們來看第1個保險套 經過了整晚的浸泡 還是沒有壞掉 這還可以繼續用 你要不要拿去用 嗨 我們的 面紙 還是面紙 變藍色的而已 枕頭的餐巾紙 有變小一點 但是還是餐巾紙 接下來是女生常用的 你看 為什麼要戴護膜鏡就這樣 他剛剛 彈到 有沒有 完好如出 絲紙巾 完全一模一樣 對啊 這幾個東西 它是 無法被溶解 它是無法被溶解 如果你用絲紙巾塞入你家水管 怎麼辦呢 就要用我早上的第1種方法 你可以叫我 我蠻貴的 我那一台還是從我爸 傳到現在 有加成喔 有加成的 好啦 以上就是第2種化學式 好的如果第2種化學式的方式 你都無法成功的話 那你就要好好檢討檢討 是不是你把不應該放的東西 放到你家的馬桶或水管裡面 你也要好好想想 是不是你太太 不該帶的人回來 第3種 什麼第3種 你不是說還好1種 第3種 我們在影片後面會告訴大家 怎麼處理 其實第3種 我通常是不太願意教人家的 這條用出來基本上都可以解決任何事情 但是它很傷本 是什麼 新台幣 是的 如果以上這幾種方法 你都自己嘗試了 你非常努力的想要修復你家的水管了 你還是沒辦法成功 怎麼辦呢 那就是找水電師傅 並且花你的新台幣 因為其實每個水電師傅出來 它裡面都背後含著豐富的知識 跟豐富的學養 要用各種方式去分析你家的水管 到底為什麼 而要去解決你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看了這一集 看完之後 你要解決你水管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辦法 最後你找了水電師傅來 請幫他買飲料 請送上滿滿成衣的包 因為他幫你解決了 你家有可能 有滿物質大便的問題 那公帥 不過當你了解了原理之後 相信你也會有想出各種 處理的方法 因為基本上你找一個包通來 一定都是 1500塊以上起跳 如果是1500塊以內的話 它就是屬於在做善事的方式 在幫你服務 總而言之 預防生於治療 那你只要保持好你家的水管暢通 或者是時時加一些化學要進去保養它的話 那基本上 你家的水管 就會暢通污阻了 好 那就是這一集的超認真少年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類知識分享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面點喜歡 或者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來支持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你有更多工業問題 或者是想要知道工業知識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找機會拍幾個大家看的喔 那這是超認真少年 下禮拜見 掰補